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說一宗有趣的新聞 現在iPhone 最新的16就準備出了 相信有錢人士就已經買了 但還記不記得 其實iPhone是從何時開始改朝換代 受到世人關注呢? 其實iPhone 根據我的記憶是從iPhone 4開始 是一個非常大的夾身 外形和機能上都在當時手機界來說是帶來一個衝擊 我們那個年代iPhone出之前 最多人用的電話應該是Sony Edison 即是愛納信 我記得當年Sony有一部是前面是白色 後面是橙色的機器 當時我其實很想要這部機器 但小時候沒錢就買不到 其實iPhone 4出了就很多人都轉用 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大家知道有鎖機這件事 你解鎖需要輸入密碼 當時未有指紋或是面相 我們有四位數字的密碼 今天這宗新聞就是中國大陸有個網友 叫做Illara 那麼他就在自己的抖音上放了一條短片 原來他當時的手機就是有一部iPhone的手機 如果他當時是4S 並不是4S 而是一個之後出的版本 當時他這把手機就是 輸入密碼錯誤 他當時想換手機,在2015年,距離差不多十年 換手機的時候,他父母想幫他解鎖手機 想把電話資料過在新手機上 其中有些相片、影片等等 但大家也知道十年前應該是未有雲端 要過這些手機資料就很麻煩 你知道Apple機是特別麻煩的 他要用iTune,現在還記得 很白癡,這件事真是極度弱智 你要插條線到電腦,把資料放入iTune 然後再換到新手機上 但問題是他父母進入這個密碼的時候 就入錯了,他不斷入 於是最後,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以為當你輸入的密碼錯誤到一定的次數後 他會鎖手機,正常是這樣 鎖手機的意思是變磚 我們以前的年代經常叫做變磚 變磚是甚麼意思呢? 因為當時iPhone是沒有這個中國國台版本 你要解鎖,即是我們所謂的解鎖 當時的先達佬收錢幫人解鎖 可能收你幾塊錢幫你解鎖 但其後在電腦發達的情況下 我根本是每個人都自己解鎖 我當年都是自己解鎖 複雜程度也不太複雜 因為網上會有教學 我忘了解鎖 輸入了下載的東西 然後在電腦架去幫你解鎖 解鎖有甚麼用呢? 其實簡單點是 可以玩翻版遊戲 我相信是最主要用途 有些Apps要解鎖才能用到 你不解鎖是用不到的 所以當年基本上每個人都解鎖 講開這件事 原來多次輸入密碼之後 iPhone是不會變磚 原來是會鎖 鎖機是鎖定的年期 你猜一下鎖多久 其實沒錯 原來當你輸入錯了很多次的時候 它是需要鎖機鎖10年 即是10年 是8萬小時 很誇張 通常是玩網上遊戲 開外掛才會鎖鎖幾十年 想不到iPhone是鎖10年 其實我心裡有點白癡 為甚麼呢? 老實說 當年鎖10年 正常可以拿去客戶服務解鎖 或者可以要求幫你解鎖 理論上 其實不知道可不可 因為大家知道 十年前 中國大陸 是未有iPhone進鎖 即是蘋果好像未... 我不知道 入了未應該是未的 我記得iPhone是後期 才有中國專門店 才開始開拓中國地區 所以可能 就算你拿去蘋果專賣店 即是Apple的客戶 其實你都沒有辦法 可以證明這部機是你 因為他們那時大陸人 要買手機很難 即是他們一般的情況下 都是要來香港買 或者買一些水貨機 即是有些水貨殼帶回去 所以可能證明這部機是你 客戶也不會幫你解鎖 然後到時就到期了 他就特意為了這件事 拍了一條短片 和大家分享 即是這個倒數 最後他終於是 還記得自己十年前的密碼 成功把這個電話解鎖 他也有說 為何他這麼堅持要等十年 其實原因 我也很明白 我真的很有共鳴 原來這部iPhone的手機 有它很珍貴的相片 珍貴的相片 就是其中一個親人 對自己很親的 就是一隻貓貓 這隻貓貓已經離世了 即是已經過世了 這隻貓貓 唯一遺留下來的相片 就是當時儲存在iPhone 4s裡面的相片 所以這部手機一直十年來 都不捨得把它丟掉 或者不捨得把它賣等等 雖然也賣不到錢 最後他就想不到 這部手機經過十年後 終於是成功可以開到 解鎖 他也可以把自己已經過世 貓貓的珍藏相片 拿出來 這件事其實都很共鳴 因為其實我自己 以前的大B的相片 小時候的珍貴相片 雖然當時也很多人不見了 但我仍然保留了部分的相片 這些相片 我相信對於每一個主人來說 都非常珍貴 這件事我都恭喜拿得回 但現在這個年代 應該就不用等十年了 真的有很多方法解鎖 你可能現在拿回客戶 他會幫你解鎖 還有Apple方面也有回應 現在已經不會太瘋了 他就說 反鎖時間 就不會去到十年了 他就說已經大幅縮短了時間 他就說不會令到使用者 要等十年 有什麼事都可以 跟客戶方面聊一下 他會盡可能幫你 即時代已經變了 這件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我相信大家應該會 經常輸入密碼 令自己的帳號被鎖 例如我自己 有一個日本的Apple account 因為要玩日版遊戲 有時候太久沒有登入 經常忘記的 於是輸入幾次之後就鎖 我早三年的時候 Apple的帳號很白癡 他一輸入錯了 你要打到客戶才能解鎖 非常低能 非常麻煩 現在沒有了 因為我前陣子有試過 就算輸入錯幾次 你仍然可以繼續撞 我覺得有好有不好 不好的地方 就很容易被人盜用你的帳號 因為可以不停撞 好好的地方就是 你有時候真的不記得的話 你也可以用 我奉勸大家 把密碼 最好就是 大部分人都不建議 大家會記得密碼 因為怕被人盜用 就是偷了來用 但如果你完全不記得的話 那真的很麻煩 一般人都會拿一些生日 或者一些常用的來記 但這也是一個風險 因為如果你所有帳號都拿同一個密碼的話 萬一你其中一組 其中一個帳號被人偷了的話 基本上你整個電腦所有帳號都可以撞中 所以都很危險 不知道大家會怎樣儲存你的密碼呢 可以分享給大家看看 那我們今天條片一來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